你们知道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需要女人了吗? 原因很简单,一共有三点,很扎心,但是也很现实 尤其是第三点会让你难以接受 第一,男人一辈子几乎都被金钱绑架,被责任压榨 现在的女人都和有钱的男人谈感情,和没钱的男人谈钱 一个月入两三千的女人可以去刷信用卡去旅游 一个月入过万的男人还只能算是一个穷光蛋 每个月的房贷、车贷、父母的赡养费、儿女的补课费 一年到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还被妻子抱怨,生活没有情调 男人一辈子都在拼命的挣钱 到头来呢,财产是儿女的,公子卡是老婆的 留给自己的只有无尽的委屈和辛苦的汗水 都这样了,还要强颜欢笑的说,我不累,没事 第二,现实生活中90%以上的女人都嫌弃 甚至看不起自己的老公 抱怨老公没本事 老公被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 尤其是那些老实芭蕉会过日子的男人 几乎都被老婆看不上眼 也就是说,现在的老公遭到老婆嫌弃的原因呀 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有本事 就是因为他没有情调 更有甚者呀,还说是因为老公的无能 生活质量才会下降 还有最后一点呀,就是说最重要的一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当今这个社会 女人如果没有钱,90%以上的男人 都可能愿意养着他 反过来说,当一个男人没钱的时候呀 90%以上的女人都会迅速的跑开 生怕粘上他甩不掉 所以说呀,这些男人只能是选择 一个人默默的疗伤自愈 就是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到底有多么的崩溃和无助 而那个选择离开他的女人呢 对他除了厌恶,没有丝毫的怜悯 这就是男人不再需要女人的原因 他不愿意再爱了 与其爱得那么卑微 还不如自己潇潇洒洒,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你们说呢 有没有想法 不够 我不在了 你们说 我 不在了 那 我 你们说